鳴槍起跑 國軍三千公尺測驗 考驗官兵體能 如今傳統的仰臥起座等三項 體測將有變革 陸軍司令部一號 向立院報告 陸軍將在今年試行 美軍戰動體能訓測 美軍不分男女一體適用 都要通過包含硬舉和梯形伏地挺身 以及站姿力量投擲等六項測驗 一般部隊和特政部隊通過標準有差異 相關科學化訓練有助於打造專精部隊 體能訓練 增加部隊單兵的肌耐力 投擲力 甚至一些爆發力 然後讓四官兵在戰場中 槍林彈雨的時候 可以瞬間爆發他的一些激勵 這個是不錯的 因為美國是長年征戰的國家 經過長時間的研究跟發展 推行鐵刑是有益於官兵的身心 若勝正常不管是投擲手榴彈 扛彈炮或是執行傷患救援等任務 更符合實際需求 我們希望把它走向更科學的訓練 針對作戰兵種的需要提出不同的訓練 跟標準 是不是要全盤超美國的 我會建議我們參謀本部去思考一下 參考美方戰鬥體制能 國軍將從陸軍開始試行 進行初步評估後 再制定整體國軍使用體測標準 力求強化部隊整體戰力 三十零開中後場台背召報道 國軍開始 全國軍開始 學校的通訓練 大家可以全部進行 我們就知道